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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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济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感恩大家在美丽的星期天早上 共同来参与实体课的播出 让正法可以久住 让我们同时感恩云端听课的大的朋友 常年的共襄盛举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大家请坐 好来我们现在来看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超越寻思 也超越圣意 因为写不了那么长 所以我就写成一个超越寻思超越圣意 所以一定是你如果超越寻思又超越圣意 必然就能够正得正等正觉 好所以现在来 先来那个 直觉思威特别重要 因为你没有直觉思威 基本上你完全不可能进入意识 这个是三大科学家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明直觉思威的重要性 阿恩斯坦 荣格 还有一位是谁啊 这三位里头有两位都是犹太人 我可以给你预告 第三位我在这边都不晓得讲了多少次了 阿恩斯坦我讲了阿恩斯坦 荣格是瑞士的心理学家 还有一位 不是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怎么是犹太人 师父都讲过了 你根本都没有在听 所以上课 你认为上课绝对有用吗 因人而异啦 你如果业障很深重的话 你上了几年的课 你会发现你的效用不高 为什么 你必须践行啦 那你要践行你 你连基本的理论你都不懂 你践什么行啦 都自欺欺人而已嘛 对吧 Kanema 2002年 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是犹太人 但是他是心理学家 他拿到的是经济学的诺贝尔奖 特别了不起 你可以知道他那个脑袋 特别的欺凌特别的聪明 他写的是人们消费的心理怎么来带来经济的繁荣 所以他是从心理学出发走向经济学 他说什么是直觉思维啊 他说就两句话就搞定了 我最喜欢他的论点 他说不假思索 听到没 不假思索 你不要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那都不是直觉思维嘛 对吧 不假思索 再来 不多也不少 不多也不少就是什么 直级要害 你一定要直级要害 拉拉扎扎讲一大法那是没用的 就Kanema的这一句话 其实是影响我最深远啦 不假思索 所以你想都不用想 你就是这样蹦出来就对了 然后不多也不少 你看你直觉思维不好的话 你阅读量很惨啊 这是最现实的苦果啊 对吧 你经营阅读量你没招啊 你不会善用话题 你连话题好的话题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 怎么耕耘你也不知道 又臭又长的写一大把 没人要看你的东西嘛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限制你 两句话你要搞定 那才是直觉思维嘛 这都在训练直觉思维啊 这个年代你还不会直觉思维 你马上会落伍 现在很少人知道直觉思维 我相信没有人会帮你训练直觉思维 他自己都不懂啊 他怎么帮你训练啊 对不对 所以你能够听到事物的课 你应该要阿弥陀佛啦 真的 这个年头太前卫了 还没有人懂 什么叫直觉思维呢 对吧 好来 你要想好 这些在脑脑脑海里打好草稿 然后才要讲 那你这在训练什么 对吧 你这样训练八辈子也训练不来嘛 对吧 那是没用的 一定要觉醒啊 对 每一个人都要觉醒来 1 2 3 go 好张兆林 师傅跟各位学长大家早安 好早 那整个的图片哦 对 从法师上课到现在 对 我由下往上讲 对 实际上这堂课本身就是用解生命经来谈 也用文殊法药 所以指观跟真如观 指观就是我们这个图片所看到我们的视镜的部分 我们人的部分 真如观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到达所谓的致镜的部分 对 那从那个人来看呢 我们常常习惯于我们大脑的思维 就是我们所谓的形式的过程 这是我们常以 我们那个灯抱跟真人打起来说 我们透过的 这样的教导的法药 让我们能够接近熟悉 训练到所谓的文殊法药的直接思维 他必要透过训练的方式 来开划你的情意识 再看我们上面的标题来看 这样我们 这两个是在生意地象品里面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知道生意地象品 用我们的 诗色的文字来看的话 他知道怎样进去 那我们是要透过所谓的 超越 行识跟生意方式 往这方向走 这个超越呢 但是他告诉你说 表面上是超越 但是你信念的话是 希望能够 从我们文殊法要破题的方式 能够直接能够 来 教你 认识 来教你或是让你来认识 所谓的 所谓的潜意识怎样去开发的 OK 那这个东西 他会达到的境界呢 比如说你先到外头 去搞定再进来好吗 因为你打扰所有的人啊 闹钟 闹钟 全关掉不就得了吗 OK 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就是 我们在生意地上 跟戏文里面所讲的 他本身致敬的一个境界 那我们如果能够 以帕拉当作一个 相应的东西 对应的东西 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对 看我们所带出的内涵 是否跟他能够达到相近的部分 OK 好的 所以你是把维石跟文书结合起来讲 对吗 维石基本上 类似我们的所谓的 形式的赤地 对 这里 这里是维石 这边是维石 对 那所谓的 维石要到达跟那个 直接是要到达 的终极本质是一样的 对 一路平等的 但是呢 他的赤地跟信念方式是不一样 训练方法不一样 他比较像所谓的 直观训练 直观训练的方式 那真论官的话是 我不敢讲 真论官基本上告诉我说 直接复位的话 就直接能够让你去去路 直接去路的方式呢 除了要对生意意要有一定程度 的理解跟体悦跟身心之外呢 你必须要 信念你的习信 习信要透过 金奥法师所讲的 文书法药的 还有微末结晶他们本的 熏陶 熏陶跟破体的方式 ok 好 非常好 给他掌声鼓励 他几乎是 次次都是非常非常精彩 这值得我们来学习了 好我要等你们都讲完书 再来发表我的浅见 所以你要看图说法 要看图说法 好来 1 2 3 go 代台铃 用这边的 用这边的才不会乱掉 每一个人只有一分钟 1分钟就是避免你瞎绕 你一定要直起要害 重要的先讲 不用讲太多 我是代海琳娜 好 这都从这幅图来看 它是三个部分 好 蓝色是个图形 什么各框框的很多人 对 然后人是黑色的 然后有个灯泡 对 对 那这边就是说 我们脑袋话记得 通常都是文字像 很多很多乱七八糟像 是造成我们的困扰 事实上 它这些灯泡用智慧去看的话 它是原来的本相 就像讲那个风扇 其实不是风扇 那它灯泡跟图形的时候 它有一个距离 就是你不 就要离相去看相 你才会智慧才产生出来 那个是比较客观 这就是超过了 就是你寻思看的时候 保持个距离 不住相 好 这是我讲的 好 好的 好 OK 好非常好 还有吗 好 好 蒋入华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入华 试着来分享 那个 我认为就是那个 灯泡就有点像动物的意思 就是有一个刺激 或者是一个有向的东西 来刺激我们 这个 寻思 然后我们经由这个现象界的刺激 然后引发我们内在的觉醒 超越了 超越了圣意 就是我们连这个觉醒 这个概念 我们都要超越它 才是真正的达到终极本质 好 所以你们回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你的图档的说明一定要紧扣主题啊 你不能主题都没讲然后就只讲你心里想他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 当然都没有对错 但是这个图最主要是来 惨发这个主题的用意嘛 否则你也可以像陈敏玉一样把这个图拿来讲金庸可不可以 对吧 那这离题太远了嘛 他这一次 还是老毛病没有犯了 没有改啊 他又写新的报告又写什么他们客家的歌谣啦对吧 已经千百次叮咛再叮咛你写新的报告一定要紧扣意理啊 意理啊你只有六百个字六百到七百个字的篇幅可以写 你还要写什么金庸写什么歌谣 那都是离题太遥远不能这样子 失误也会很容易很会发挥但是你看到失误的发挥一定是在有效的范围之内 这就是大家都要学的 好来还有吗 还有吗 没有啦三个啦好那失误来解释 你看到今天失误要失误用的是比较科学化的一个 一个图档 所以戴带林还是很正向的 他没有说罢工啦对吧 一般就会讲罢工啦对吧 十五选用的这个图档是比较科学化的你看到吗 因为我想要来强调这个寻师寻师是那个不定心所里头的寻还有是是就是一个人之旁一个公司的师他们这边恐怕都不清楚寻师机而动的是那寻就是说你去探求 有某某一个你想要知道的事然后你是比较粗略的去寻找的一个动态的东西 是就是比较细腻的去寻找 那么这个寻师不是寻室哦寻师的意思就是来探求真理啊 所以你要超越探求真理真理一定是圣意地嘛对吧 否则就不叫做真理除非是世俗地那是世俗的真理那是另外一回事嘛对吧 真正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一定是圣意地那所以经文是这么说的超越行思超越圣意你就能够正德正等正觉 所以方法在这里你需要探求真理你需要超越圣意 师父一而再再而强调每一句经文必然就是你的修行的方法 他不应该只是经文而已你如果还是停留在把他认为他只是一句经文你对他也没有任何的感情 你也没有办法从这一句经文里头拿到你的落实生命实践的方法 那你的层次还是非常的低的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说你需要探索真理 你探索真理的话初期你一定是要用到意识了所以你必须要学会思维 然后呢慢慢的从有向培伏再来无向修会慢慢的一步一步上来以后你需要触及到长极光 我把这个当作长极光而不是他来刺激跟蒋路华想的不太一样 这个都没有对跟错 你需要不断的想我要朝着圣意地这个长极光的那个终极真理去迈进 这个才是生意地相品他的终极的终极 当然生意地相品现在我们已经讲完第一个大重点 今天就会通通讲完了不是整品他有好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超越法是超越一切相的 所以他是要破除一切相超越一切相 那你如果没有如果我们没有从探寻真理的角度去切入的话 那就很肤浅啊对吧整天只会讲这个是香炉 这个是巅峰扇这个是绿枝 那就没有意义嘛所以你一定是要指向真理去用你的脑袋瓜 先从意识下手意识慢慢的意识有浅的意识啊 生的意识生的意识有两个嘛一个莫那识一个阿拉耶识嘛对吧 然后再上升意识层面是不够的是不足的 然后再上来就是上个礼拜我讲to purify your mind 你需要进化你的石因为你的石是染污的 上个礼拜胡迦培也犯了一个错 他说圣人嘛证悟了以后他就没有第八阿拉耶识了 还没有证悟以前是有第八阿拉耶识 他证悟了他第八阿拉耶识在不在啊 当然还是在啊只是阿拉耶识的结构 他的染污的状况已经达到了纯净嘛 他不会因为我譬如说我是说假说的啦 譬如说我已经证悟到成佛了那我还在三维空间 我的阿拉耶识当然必然要存在嘛对吧 但是我能够在三维空间的寿命里头就能够证悟到佛果的话 代表我的阿拉耶识已经是极净了非常的纯净 然后再上去就是阿拉耶识是有还在现象界嘛对吧 你要藉由这一个运作去触及中极本质的空性 然后空性才会衍生有现象界你要超越二元对立有中极本质的 涅槃寂静那是空性而已喔 再来一如平等性再来必见空 所以那四大四出世间法是超越阿拉耶识的 但是阿拉耶识你只要有生命在他一定在他不会离开的 即便你没有三维空间的生命的话他还是永远在的 只不过是他的结构里头他是进化了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是要搞得非常的清楚喔 好那所以师傅特别选用这一个来显示什么 这个意识因为现在是意识的时代 特别是师傅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那个科学的影片是脑基接口脑 然后这里机电脑机器 你大脑要跟机器接上来啊 大脑要挖一个洞 透过电极线跟这个机器跟电脑连线啊为什么 他借由电脑去抓取现象界所有的像 海量的像的各种数据 进来到大脑 然后大脑里头看看他怎么来诠释这些像 脑基接口为什么要这样发展 科学家想办法要进入意识嘛 所以我一直在讲这是一个意识的时代 所有的科学都走向我要探索意识 如果这个年代你还不知道要修学为时 我也可以说你真的是好愚蠢啊对吧 为时虽然是相对坚深但是我相信为时没有文殊法教那么坚深啊 因为为时还是停留在像上嘛对吧 那个文殊法教他已经到了毕竟空的那个层级 而且他把像分成外像近像无近像 让你可以由像里头去触及不可思议定 两个学说一个是心性上的最坚深 为时是法相现象界的最坚深 两个共同指向生意地 所以这两个学说必然是当代的最重要嘛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要即便他很坚深你想办法要去要去亲近他 你才能够跟当代的科学结合在一起 你才可以知道科学原来有这么low啊 他乍看之下是非常的先进啊对吧 但是他跟佛法比起来他还是非常的low嘛对吧 所以从科学里头我们可以以今生我们能够学佛感到非常的骄傲 真的佛法从众多的科学不同的角度去诠释探索佛法 佛法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佛法的圣身都是屹立不摇的 但目前的科学家还没有办法探究到佛法的至少文书的不思议定 他连编都没有办法摸着啊你要知道啊 所以我们觉得量子力学好伟大是啊是真的好伟大 爱因斯坦的1等于mc平方很伟大真的是很伟大 但是他真的不如我们的佛法的九牛一毛啊 好所以这是师傅采用这个科学图档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寻师要用意识去探索从意识进入探索生意地 再来脑机接口也是要从意识开始 所以师傅特别选用这个图档来跟大家共享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师傅做事是非常严谨的 即便只是一张图档而已 师傅一定是想尽办法让他是最贴切 而且最能够引发学生他的思维 所以像这个各位都应该要学习啊 你对人对事做学问也好 对家人对亲朋好友都应该是如此的贴心啊 不为什么不是要博得掌声 而是这就是你生命存在的意义嘛不是吗 好 接下来这都是经文了 sorry 佛说离言无恶意 什么意思啊 猜猜看 这都是经文 这都是经文 我故意从经文里头跳脱出来 因为我如果全部就这样念过去 你也无从思索嘛 然后念了就过了 你也不知道里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佛说离言无恶意什么意思 恶意是什么意思 离是超越 然后呢 超越名言 超越名言 指向 这个名言都指向 有违法跟无违法吗 不是吗 我们刚刚才讲的吗 上个礼拜不都在讲 有违法跟无违法吗 对不对 有违法跟无违法无恶意 就是那个 我们的言语不要被 有违法跟无违法给束缚了 原来圣义帝也是无违法 也是空信的 然后他也是失色而来的 是为了 纯粹是为了教化众生 愚夫乐酌 酌就是什么 执酌 执酌 喜欢执酌 恶意 21 好来 来 那个那个代财令 21 可不可以讲少长一点时间 不可以 不可以 对 那就简单讲 就说 依照我们最开始 那个直觉那个图来看 对 那个图上 离言图上就是说 原指著名像我们语言文字 对 他离语言文字 那时候他那个图上是没有语言 没有文字 所以他只有意思 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第二个 那我们渝夫就我们一般很喜欢说 颠覆山什么都讲 很多名词 其实他都是细言 他所以是改变的 他不是真正的圣意 所以他是一个对称的关系 这两句话 就是佛陀说真理 愚夫就说细论 愚夫喜欢执着 恶意 言细论 是细论 就是我们是随 要封出习惯去讲很多事情 其实他根本就有一个意义 就是真正的意义 就是你研究 你看什么东西就什么东西 像师父常讲的一样 就是那个东西就好了 就圣人而言 明年就是明年而已 没有第二个意思 就圣人而言 因为他的明年就是为了教化而来的 所以他的明年就只是明年而已 他不会因为明年而说 他现在说 圣人说这个是立善 好 这个就是立善 也只是立善而已 他没有额外的意义 说这立善有多贵多豪华什么 没有 他就是为了帮助终生了解 这样子造型的叫做立善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讲 圣人讲的明年 就只是明年而已 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外翻的各种意义 没有 现在要探讨的是 什么是恶意 什么是细论 你们经常都讲细论 但是我认为你们对细论的那个什么 界定是错误的 你们常常讲开玩笑就叫细论 No 当然不是啊对吧 细论他是有界定的 好来什么是恶意啊 好来来来来 即便讲错了都有分数喔 即便讲错了我们并不要求一定要讲对对 这边就是这边那边就是那边对这样才不会混乱 好来 好 第一名的再夸奖第二名了 解身密经圣衣地相品他有讲就是说我们凡夫都是以一二指寿 要套近一点喔 凡夫都是以二一二指寿 第一个就是我们更生习气的指寿 再一个就是我们相名分别言说细论的习气指寿 那所以其实这个相名分别言说细论的习气指寿 都是我们阿赖也是显现出来的 对那就是一直这样子熏悉 熏悉原生然后就一直转变现起 对很多的很多的思维 那这些都是细论 这些都是细论 你不是在解释二一是吗 我以为你在解释二一 我现在就是在解释二一 你刚刚有解释二一吗 对对就是因着我们的更生 我们的更生的直受 直受我们的五蕴 五蕴至极的受孕 这是一种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 对于相 其实依他其相是无相的 可是我们会假名安利 然后去分别做很多世心的分别 分别这个是好丑美坏啊这些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执着就是一直 我们就一直这样子repeat 一直这样反复这样子的 所以你说这是恶意还是这是习气 是恶意也是言说习气 不是 这样就不对了 来那个那个张兆霖 其实刚开始你是对的 后来又被我问了以后你要改变了就不对了 在圣医地下品里面的恶意 我认为讲的就是有违跟无违 但是呢我们一般有违 无违本身甚至是以 所谓的似圣名的方式来说教导 但是我们以无把他当真 所以我们就一所职业 就一直在己上有违无违本身的东西 他的你的世境上的意义 自己在执着在上面 解生命心告诉我们 你们必须再观察 在观察呢就是他指向 要走的方向 也就是说你要从 有违跟无违的文字向 他要告诉你的意义里面 你要自己去体会 体会到什么 他想要告诉你的生命意 的真如的方向 那这个是所谓的离向 一的话就是因为你有一 因为你左向有一的话你就有分别 有分别的话你就会明信 你就会假明自信假立 而且差异向 差异向就是你讲出来就是所谓的 你的执着所讲出来的一个延伸向 就是你的戏论 好OK 二一不是二转一喔 一定要注意喔不能讲成二转一喔 好 讲路啊 讲路啊比戴台琳快 讲路啊讲完换戴台琳 感恩大家踴躍发言 一定要练习啦真的一定要练习 千万不要像王富中这样子 王富中大教授 我常常都讲 阿叔你刚刚你问的问题我都会 我说下礼拜你开始抢答嘛 抢答起来全都错啊对吧 想的跟讲出来的是不一样啊 想很容易 但是讲出来又扭曲了为什么 无尽的扭曲就是业障的展现嘛对吧 言不尽其意 这就是业障没有办法持其要害 输不尽其言言不尽其意对吧 所以言语是要彰显我们的觉醒的层次 这才是重点 好蒋诺华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觉得恶意就是二元对立 你觉得恶意是二元对立 那当然不对啦 但是我可以原谅你因为你 你才刚刚初学为时嘛这个恶意一定是 为时的为时的名相啊 但是不是二转一啦 所以你答错可以原谅你啦 戴台琳来戴台琳你是他的贵人你教他一下 我说戴台琳我讲很简单啦 刚师傅已经说过了 我们从上面那句话最后一个字意 意就是意理他就是真实是怎么样子 他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就真实 然后第二句话那个戏 戏就是说他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渔夫嘛大家想说他什么他就是什么东西 戏这个论 他戏论嘛就是戏论 谈论好像是编戏批剧一样 这个演那个演随便都演都可以 可是你真正的他真正的实际道理 其实真有一个 所以有智慧的人有正道的人 他就意就是一个真理 下面就说二表说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六七有 随便你怎么说 我们笨人就像什么 依照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深度去说他嘛 那当然就不需要证实就说了就算了 我说的意思在这里谢谢各位 不需要证实喔 那每一个人不都乱说啦 不需要证实啊 怎么说不可以啊 戏论嘛 戏论我现在纠正大家的错误 戏论他是有一个规范的 戏论是贪爱论加上贱论 贪爱贪爱喜欢不管是琴瑟或者是mater物资等等 爱论嘛 然后加上贱论 什么是贱论 戏论有五件啊对吧 这个戏论我在哪里讲过啊 不是为时啦 春节的时候 春节有一天 有一天 春节每一天都播的都是 赫新春的节庆篇 其中有一篇我就讲到 除戏除戏 叫做什么呢 除戏除戏论 主题就叫除戏除戏论 我认为绝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绝宣的每一个播出 不管是节庆也好 乃至于明天要播出的时事话题 就是这个礼拜 在全世界哪一个重磅消息 值得大家来关注 类似像这种时事话题 师父播出的时候 里头都有经典教导 而且阐述甚深的毅力 常年师父都是如此这般做的呀 这一个来帮助读者 从日常生活的时事话题 他可以接触到佛教的毅力 太重要了 这一个你没有三两下的功夫 你是写不出来的 你怎么转啊 你怎么把时事话题转成这样子啊 对吧 而且训练决宣的地址还有台湾学生 你都要投稿啊 你都要投稿 要你关注时事话题 因为时事话题就是你立他的开始嘛 你对天下事都不闻不问 然后你告诉我你会立他 鬼才相信啊 是不是 陈敏玉你昨天的话题超数 次数超过50次到120次啊 你写了250几次啊 对不对 所以是不行的 他是有次数限制的 就跟戴台铃讲说 可不可以讲长一点 不可以 因为这就是训练嘛 训练你在最短的次数限制里头 直接要害 我要把我最重要的闪光点表现出来 因为这是竞赛的啊 那么多人在竞赛啊对吧 所以这就是训练 除戏除戏论 我引经据典讲戏论 代表什么 爱论加戒论叫做戒论 其中戒论有五戒 五戒戒 哪五戒戒 好来 张明正来试试看 好 那个师傅好 那个 奥 把扎那地 对 张明正速度回答 好的 就我戒 边戒 斜戒 戒戒 戒戒 这样会乱掉 我戒 我戒是代表身戒 正确是身戒 因为我戒跟身戒是不一样 身戒是对肉体的执着啊 身戒 对 边戒 斜戒 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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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好 边戒是指什么 离两边 哪两边 没有 都有空有 不是善乐 空有两边 都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陷阱 我有一个 我礼拜四 有一个徒弟 他老是边戒 他老是要 他老是记不起来 他都讲其中一个戒 是长断 对的 长断 断戒跟长戒 断戒跟长戒 跟空有不见的有关系 断戒跟长戒 什么是断戒 就认为我这一生结束就没有了 对 就断戒 对 常见呢 常见就我会一直戒 你会一直戒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长 所谓长就是说有一个长衣不变的 恒长 恒长 对 就是我 我这一生如果是奴隶 我下一辈子再投胎回来还是奴隶 这叫印度教的教义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什么 释迦摩尼佛要破解 印度教 印度教不是四种性 是生生世世世习的 你是没办法变的 对吧 四种性哪四种啊 婆罗门最高 婆罗门最高 就是祭师还有出家人最高 还有呢 你要按照顺序你才不会乱掉 波罗门插地利 插地利 婆罗门插地利 插地利是什么 帝王 帝王 然后呢 费色是什么 然后呢 手陀螺对 费色是什么 商人 手陀螺呢 奴隶对 所以你是在印度你是奴隶 你永远都是奴隶嘛 所以释迦摩尼佛认为 这完全不合理啊 是不是 佛性是平等的嘛 对吧 这一个就是常见最好的例子 对吧 好 所以刚刚讲身见 讲成我见这是不对的 对 身见 身见是指什么 对肉体的特别的执着 对肉体的特别的执着 《道德经》有一品就讲 我为什么会有大患 有大患难 是因为我执身 我对身体过度的执着 一样嘛那个沈荣海 现在有病痛嘛对吧 更不应该要执着于身 那要不然该怎么办 你说我就是很痛啊 我就是 不舒服啊 我该怎么办 沈荣海 你该怎么办 很痛啊 可是你说我们不能执着于身 我却有身体啊 为什么叫做不能执着于身呢 这都在帮助你解脱病苦喔 因为你一定不会这么想的嘛 师傅以及各位学长 嗡啊 我是沈荣海 来发言 好 好 这个 你很痛啊 要了知这个这个病跟不病 是 累自统一 终极扁炎 然后 这个 病只是在现象界的 那他无法干扰到 终极本质 是 非常好 给他掌声鼓励 太好了 对 你一定要经常想透 这个道理 现象界的病他是有的 然后但是他干扰不到你的终极本质啊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啊 这样有什么好处 你自然生起感恩的心嘛 感恩有他的存在 让你懂甚深的义理啊 没有他的存在 你哪能懂那么深的义理啊 对吧 你以前没有癌症 以前你都是躲啊躲啊躲啊 那个疫情来的时候 我们都还在上课那时候 卫福部都还没有发布说实体课不能上啊 他就已经跑得不见人影了 吓到什么要跑去埔里躲起来啊 躲躲躲躲 然后 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了嘛 越来越严重了不就 我们实体课都停了嘛 对吧 实体课停了以后就 基金会就没有活动了 后来基金会就觉得这样不对啊 一定要有活动 否则这个疫情不要要拖 那几年啊 等到 再回来的时候彼此都不认识了 所以 基金会就 发信 给所有的 主讲人 问说 有谁要来基金会讲课 没有学生的 就是自己对着这个PPT讲 你要讲你本来的那个 维谋结晶也可以 或你自己要讲什么 都可以 我是第一个报名我要来讲的 然后我讲的就是 战疫 战 抗战 疫 疫情 对 所以这是一个抗疫的课程嘛 所以 我 每一个礼拜都讲不同的主题 都讲不同的主题 从刚刚开始 疫情怎么发生的啊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经历 什么样子的苦啊 然后怎么样解苦啊等等 就 我就讲了一系列 我好像不晓得讲了 一两个月吧 然后 然后我还要讲一个 的奇迹的事 基金会给我的那个教室 当然是最大的 哪一间我都忘了 好像隔壁的事 里头有 套房的 就是有卫生间的 各位你看我在这边讲课 你从来没有看过我去上卫生间 对不对 对 即便我下了课以后 我还要 回到府大 对吧 路途那么遥远 我中间我都 可以不用去上卫生间 我的助理 一堂课要是上五六次啊 他简直老年痴呆啊 对吧 事务都可以不用上 上卫生间 可是在那一个 教室 他的卫生间就在我后头而已啊 那因为都没有学生嘛 对吧 然后 我的肩脑 肩脑就是在肩叫做中间的肩 肩脑他就是在 control 我的协调我的每一个器官的和谐工作 他的工作 肩脑的功能就是这个 就我的肩脑就提醒我 现在没有学生 然后我就会去上卫生间 好奇怪 什么时候我会去上卫生间 在播那个 什么 视频的时候啊 视频的时候啊 视频我不需要讲解啊对吧 播视频差不多至少都有三分钟 我就跑去上卫生间 这个来证实 身心医学的重要性 身心医学谁提出来的啊 师傅都不晓得讲了几百遍 这么重要的事 你们不知道 所以师傅的播出你真的一定要看啊 你一定要拓展你的视野嘛对吧 这个都跟修行有关啊 1949年的 Walter Hayes 他因为发现 肩脑他是位于中脑跟 端脑之间 中脑跟端脑端就是中端的那个端 中脑跟端脑 端脑之间的肩脑 负责调控 我们的肉体每一个 器官的协调工作 所以如果你的肩脑出了问题 你就是 手脚不协调 情绪不协调各种器官的不协调 然后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很奇怪啊就是 肩脑感受到 这个时候你有空啊你可以 可以赶快去上卫生间 对吧 那在 对啊我的我要讲的意思是这样啊 然后 我在这边上课 因为忙嘛对吧 所以就 就 一直我都不用上 就不想上卫生间 就不想上卫生间 你不是忍着 我是礼拜四的课我也都不上卫生间了对不对 陈敏运说我跟他的 客语的客家化的老师是一样 是拼命三娘啦 就是中间都不下课的 对然后一直讲一直讲 中间也不喝水也不下课就 也不想要去上卫生间 这个我就提醒大家 就是你怎么观察到你的肩脑是不是 有在运作 好回到我的抗议课程 那个 那个因为都有在播出嘛 每一个礼拜 讲一次 上个小时 然后 沈荣海大菩萨他就有看到播出 所以他都会跑到那个 那个什么 停车场那边 去供养师傅 他的恭敬心 没话讲啦 真的是没话讲 年纪那么大了还要在那边等 等师傅来然后给师傅红包 供养师傅 第一次我拿了他的红包以后 我没有跟他讲什么 我只是跟他讲 非常感恩你的供养 可是 我讲完课的时候我就想 这样子 就放任他走掉 是不对的 所以他第二次来供养的时候 我就逮到机会了 我就说 沈荣海大菩萨你陪着师傅从停车场走到 那个教室好不好 他说好 我就在走路的时候跟他分享说 我说你这样躲起来是错 躲起来是负能量 你害怕嘛 害怕被感染 我说你看师傅为什么都不害怕 对吧 师傅照样来开 来上课 师傅都没有 师傅完全没有染疫啊 你要知道 我的那个助理染疫还 三个半月啊 抱怨连天啊对吧 我整天在他身边我为什么都不染疫 这代表是能量在做事啊 然后我跟沈荣海讲说 你应该来上课啦 我说现在当然不能上课 我说如果有机会复课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上课啦 我说你这样躲起来能量太低了 结果后来不就 卫福部就开放了吗 对吧 我们基金会都是 遵照卫福部的规定嘛 那时候刚开放的时候不是 你要收多少学生就多少啊 他还有分配呢 分配呢 你这教室大小只能容纳多少人啊 就很多人抢的就回来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沈荣海讲说 现在可以来上课了 你要不要来上课 然后他说 我儿子开刀啦 我说为什么开刀啊 他儿子很优秀台大机械系 机械硕士 然后 他就说他加班太晚了 所以在路上就摔倒了 就这里 就 断掉了 我说好那你不要忧心 你 还是要准备来上课 然后要 让你儿子赶快要开刀比较要紧 然后他儿子开刀出来了 换他啦 他来跟我讲 师傅我癌症啦 你看接二连三 因为你的能量太低了嘛 你一直都躲起来害怕 害怕 害怕染疫 对吧 这个就是实在的一个案例 你一定是能量在做事啦 你 向师傅天不怕地不怕 这么高的能量 我一心一意就是要帮助众生嘛 对吧 所以师傅不会染疫啊对吧 那沈荣海就 就癌症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你癌症也没关系啦 癌症也不是每一个人就会怎么样嘛对吧 我说你癌症你要想办法提升你的能量 你还是要来上课 你上课 课堂有高能量嘛对吧 帮助你把负能量 从负能量的漩涡里头带起来 所以他就越活越精彩 这个就是他 沈荣海大菩萨 他的生命经过的过程啦 他如果没有上师傅的课的话 他还在躲 还在躲 现在 可能 老早已经不见啦 对吧 对啊 是啊 对 是能量在做事 对啊 所以你戴台琳你说你不要大家帮你回向 那也无所谓 但是师傅一定会帮你回向 师傅就是这样子的人啊 我活着要干嘛 戴台琳我的 出家作用名叫什么 你应该要背起来嘛对吧 我的出家 他们一定都知道啦 这边知道吗 好 张 张明正 来 师傅好 张明正速度回答 就是说 师傅的 的那个出家人就是 自己的存在是 在别人的 需要上 看到 自己存在的意义 自己存在的意义 太好了给张明正 掌声鼓励 对 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简单的说 只要别人有需要 我是全力以赴的 不管你要不要啦 我就按地理我也会帮 帮你回向 这就是 我出家的 最核心的 意义嘛 对吧 否则我出家要干嘛 大小姐一个不 不当去 去出家当一个小尼姑要干嘛 对吧 所以 好 那所以 我讲到除戏除戏论 就是我在除戏那一天的节庆篇里头 有特别提到戏论 而且界定出来哪一部经讲戏论应该要包括爱论加见论 所以很多人讲戏论都会讲说 哎呀 胡说八道的语言啊 开玩笑的话 那都 离戏论 没有慈禧要害 这个二一 其实 胡佳培大美女刚开始的时候 她真的有慈禧要害 二一 第一个一 要你看到你身上 你身上还是讲到身嘛 对吧 身见嘛 你身上是五蕴合合而成的嘛 五蕴的aggregation 五蕴的积聚而成的嘛 对吧 这个是 第一一的内涵 第二一要你看到 你身上所长的 雀斑啊 黑斑啊 豆子啊 那个麻疹啊 你身上外在的种种挑战 不是有一个电影明星 有一个电视明星 他演戏的时候 演那个 爆破嘛 结果他就 爆破就火烧了 所以他用他的身体负负责 负责 Selina那个女演员 对 就什么 你说是谁 余浩银 余浩银 应该是余浩银才对 是今天吗 那他已经好久了 他已经好久了 他已经好久了 他都已经复原了 然后我要讲说 他就 护着那个 美女 美女都没事 重点是 他自己的女朋友 看他 重度烧伤啊 整个脸全毁啦 然后 他女朋友就 自动跟他say goodbye 不要他了 也不想照顾他 认为他不可能再复原 结果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疤痕啊 所以你看吧 一个人 的视力跟自私 平常看不出来啊 男女朋友乃至于夫妻 对吧 有些夫妻也是啊 太太出事或夫妻 太太生病了 丈夫就走了 就离开他了 我自己 我自己的同学 学妹 同一个系 北大的 博士 这个学妹他 很爱生气啦 所以很爱生气的人 生闷气会生什么病啊 很爱生闷气会生什么病 很爱暴怒会生什么病 对 会有肝癌 然后 很爱生闷气 表面看起来他都很好啊 表面看起来他都很好啊 其实他都在生气啊 会生乳癌 然后 一个人很情绪化 动不动就生气了 动不动又生气了 会生什么病 甲状性癌 他两个都有 我要讲的是 我要讲的是 他的先生 是我的学长 我们是同一系 我们是同一系 他的先生听到他有两个癌症 这是婚后才发现的 立刻就跟他离婚了 立刻就跟他离婚了 所以你读博有什么用 我常常告诫我的 我的弟子 我说你读博你的博士学位 如果对众生没有帮助的话 你就是浪费国家公帑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师妹 后来 我本来 2013年就要毕业了 就是因为他生病了 他家人也没有 有没有彩礼他 他的先生就离他远去了 就立刻跟他离婚了 我就留在 申请 滞留 在北大一年 就是 负责照顾他 虽然这个人 后来 他没有走西医嘛 他就是 后来走偏了都走到中医 中医当然调理是非常好啊 但是这种 你都需要那个 治疗嘛 你需要 那个 放射 放射线治疗 或标靶 刚开始他 需要标靶治疗 像讲的 沈荣海他就很好 他也接受标靶治疗 但是你看他完全不受影响 而且他的额头他刚 刚刚染病的时候 额头都是黑的 都是黑的 现在你们 可以来看看他的额头 反光耶 发亮啊 对吧 对不对 陈敏玉你看到没 很明显啊 是发亮啊 是发亮啊 所以 所以 他是成功的 抗癌 那我那个师妹后来就是 怕疼痛 对 对 这中间还有 我还把他的 X-ray 那时候我还在北大 传送给我这边熟的医生的朋友 他们 去研讨他的那个 篇子 每一个医生 包括台大的 都说他需要全切啦 这个乳房已经没有办法了 一定要切掉 避免扩散 结果 他也没听 他最后反而 跑到中医啊 去做调理 所有的西医他都没有做 治疗也没有治疗 就变成 就是 就是中医 这个应该是说他的命运 为什么 在我们班上 因为北大是特别开放的 你要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去旁听 中国大陆的其他学校不见得那么开放 所以北大因为受武士运动的关心嘛 所以北大的思想特别的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去旁听 然后 就有一个人 有一个女孩子来旁听 他的爸爸是特别出名的中医 所以我这个学妹他就认为说 也许用中医 可以治疗 而且那个女孩子一直跟他讲 你千万别 用西医啊 都把你的好的细胞都杀坏了什么什么 后来这个我这个师妹 已经走了 就没办法 对 这就是我要为什么会讲到他就是 你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嘛 对吧 哪一个人 我们班上那么多人啊 我那一届进去的博士就有40位啊 没有人发心说我留下来陪你啊 我是一个境外人士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活出你的生命的意义 所以二一已经解释完了 超越一切寻思 探索真理 探索生意地要超越 包括生意地你也要把他超越 然后你才有可能 现就是彰显正的正觉就是正物菩提嘛 为他宣说 就是诸佛他是已经超越了一切的追寻真理 诸佛也是从慢慢开始追寻真理 到超越生意地的空性的束缚 正物菩提 他说诸佛 为了要教化众生 所以想办法要显现给众生看 为他开解 帮助他开悟 为他施舍名言 照了 让他能够彰显 他的佛性 照了 观照 照了 让他能够彰显他的佛性 所以这一品 老实说也是 其实是蛮重要的 叫超越寻思超越圣意 然后才能够彰显正等正觉 好 因为没有新的同学 所以我们这一章就可以来 这一章是不能省的 让我们共同 以最热忱的 掌声来感恩佛头教育基金会 简峰文院长 创始人 阮桂梁督导 朱宜春执行长 全球直播 资讯主的同仁 然后 还有 齐庆会所有的同仁 书要献给大家庙吉祥如意 知道你们的掌声不会持续那么久 庙就是什么意思啊 无上 还有呢 超越二元对立 还有呢 清净 清净常常会被误解 以为说 哦我吃得很清净 那都不是真正的清净 清净是无上 是超越二元对立 这才是真正的清净 五色里平安手环还有 古老的佛法活出新潮的 那个科技的新潮 好好来 今天我们先请这边 来 你们比较好的是这一个 来 1 2 3 Go 你没念 你有吗 你也没 重来 太乱了 来 1 2 3 Go 有7次吗 我怎么算6次而已啊 好 好这一次有 有比较整齐但是速度要快 然后再一次速度要快 用阿威王瞧左 用阿威王瞧左 好来 停 用 1 2 3 Go 停 太乱了 一快起来就会乱 来 重来 1 2 3 G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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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总是有杂音呢 不是这样念呢 你那个速度要维持 你在這裡控制 所以你這裡控制好的話 下面就順了 然後你再倒回來的時候 再控制一次 1 2 3 go 加速 還是很亂 來 師傅帶著你們唸一次 1 2 3 go 好 然後這邊意識般的來 這個他們比較不會嘛 對吧 來 來 這是V喔 就是發英文的那個V的音喔 1 2 3 go 好 1 2 3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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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go 要練到很熟喔 你不是等到轟炸機來的時候 你沒地方躲 真的 我不騙你 你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 我犯不著 觸怒你嘛 對吧 好 今天的跨領域重磅對話 我們還是這三塊 我們還是這三塊 然後上個禮拜 張兆林有問我說 那個師傅有一個講義是講到做義的 為什麼上個禮拜沒講 上個禮拜因為要放生嘛 對吧 所以就那個就挪大今天來講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們播出的那個 視頻裡頭 你有注意到放生的遺軌那個部分變了嗎 對 那個不是我們念的喔 因為我們念會亂嘛 對吧 亂了就會讓大家起煩惱嘛 師傅已經有 本來就有一個版本 就是示範放生 然後是師傅 師傅從頭解釋到尾 師傅示範怎麼念 就是如果三遍的話 第一遍慢版 第二遍快版 第一遍慢版 中版 然後快版 所以你應該要去看 我一直講 你應該要看絕旋播出的版本啦 你不要看這個上課的那個版本 因為中間我都會調控掉 對 有的就是不太理想的 我就會把它刪掉喔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台灣學生的那個活動喔 這是2020年12月10號 12月10號是一個大日子 那時候我考大家 大家沒有人知道 這邊你知道嗎 12月10號是一個大日子 陳明玉又忘了 我講說這一個日子是什麼 你們大家說 大笑 沒有人注意到 這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啊 然後你現在又忘了 這是諾貝爾獎頒獎日啊 你不覺得這個重要嗎 諾貝爾獎得主對我們改善我們的文明狀況 改善我們的生活 改善我們的思維 都是極度重要的 對吧 他們就在這邊這一天受班 然後還要怎麼樣 還要發表演講 就是頒獎的演講 對 那個諾貝爾獎的獎金 你知道有多少嗎 三千萬左右 三千 就是按照匯率的不一樣 對 台幣三千萬左右 左右 對 你知道阿因斯坦把他得獎的獎金給了誰啊 太太 對的 對 因為他跟他的夫人離婚了嘛 所以他要給他 他夫人要求離婚是 就是 條件就是你要把你得獎的那個 如果你有得獎啦 他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得獎 因為被提名提了好多次都沒有上嘛 他說如果你有得獎 你就要把你的獎金全部給我 那時候他們已經離婚了 一個人在德國 一個人在 那時候納粹已經佔領了嘛 所以他就跑到Prinston 到美國的最好的學校Prinston 去當一個研究所的所長 然後就得獎了以後 他太太已經到瑞士去了 他就把這筆錢全掙一毛都沒有留 就匯給他的夫人 所以那個愛因斯坦雖然在那個科學上面 他是發光又發熱 但是他的婚姻是一地雞毛的你要知道 是太我不能說是花而已 是亂啦 是亂 對 但是我們又怎麼能夠 我們不是聖人對吧 我們又怎麼能夠要求別人是成聖對吧 所以知道他有他光彩的一面 他也有他黑暗的一面 造惡的一面 對吧 好 然後 所以這個人生小宴 這是首場 也是台灣學生的第一場 地點就在市長官邸 你們知道這在哪裡嗎 徐州路46號 對 為什麼為什麼拖到2020年 才有台灣學生的活動出來 為什麼 你們猜猜看 學一軒在中國大陸 那很早就有大型活動啊 可是在台灣為什麼到2020年 才開始有集體的活動 為什麼 所以你可以知道 訓練一個團隊是不容易的 以前我讓那個台灣學生看 我們大陸的學生怎麼辦這個 叫什麼 朝聖啊 朝聖之旅啊 那時候吳春蘭就說 師父那為什麼不要在台灣也辦一個朝聖之旅 你知道我給他的答案是什麼 我說那只有淚死老娘而已 我怎麼辦啦 我根本不可能嘛 對吧 一個朝聖之旅不是你師父一個人可以成就的 他要 他要 費心的地方太多了 你要報名 你要選地點 你要去 去 去商量 這個行程 大巴 還有你所有的細節 用餐等等 而且朝聖之旅都不可能一天啊 至少要三天嘛 因為你還要含教話嘛 對吧 包括我們的朝聖之旅一定有放生 還有講到放生 我們決宣的成員的功課不是只有聳金啊 放生是必要的功課 每天都會要有 除非像北京冬天很冷啊 零下四度以下就不准放生了 蚯蚓會死掉 那像現在北京已經很溫暖了 每個人每天都要放生 你看所以決宣的地址為什麼這麼強 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功課量很夠 而且非常的多元面向啊 對吧 所以決宣的那個在台 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他就會特別的圓滿 而且發光發熱 大家都注意到這個團隊的不可思議 管理特別的嚴謹 台灣因為就沒有 我就講過沒有功課嘛 一盤散沙嘛 你說要怎麼辦啊對吧 那2020年 為什麼突然有這個活動 就慢慢的師父已經走向 我要訓練你了 因為我不想要再跟你和 我跟你和我來這邊教書 然後也沒有規定你們功課什麼 就是我講完了 你聽完了你就走了 第二次來考你什麼都不會 那我簡直就跟你是在共二頁嘛對吧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下定決心 我一定要開始走向慢慢的就是嚴苛了 所以你有嚴苛有調教的話 學生自然就有他的那個潛能就會被帶起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張我要讓你看只有一分鐘 我的隨機的那個簡介 沒有刻意要安排的 是黃品萱幫我拍的就是 就是佈置好了以後 客人還沒來我自己就在那邊亂講 黃品萱沒想到黃品萱就把我錄下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剛好你們不知道為什麼要辦人生小宴 人生小宴是無比的重要 它允許每一個人都可以向師父提問一個 你認為人生最重要的困境 這個是我們的海報 人生小宴的海報 每一個活動我們都有精彩的海報 為什麼沒有那一張啊 太奇怪了 不是我有一個視頻介紹什麼是人生小宴 可是這已經是 這已經是就是當天參加的王滬中 王滬中的夫人對吧 這送給我車子的那一位貴賓 對是你看 謝民宗第一天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對然後後來他從此就來上師父的課 我那個視頻很重要啊 為什麼沒有啦 我改天找到再給你們 無盡燈這個我可能拉錯了 我拉了好久 它都不出現結果我拉得太大了 第二場是人生也是人生小宴 既無盡燈之夜 無盡燈是誰提出來的 唯摩節 唯摩節大居士提出來了無盡燈 好那所以我們的無盡燈之夜是這樣子的 這就是整個會場你可以看到 看到因為那天剛好Christmas 有戴紅帽子代表是志工 沒有戴紅帽 像這個沒有戴紅帽子 代表他就是來參加的貴賓這樣子 然後我們無盡燈嘛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遺櫃 我們正在做那個遺櫃 你看師傅都戴帽子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 師傅一點都不怕冷喔 對 為什麼 因為甘久安跟我講說 師傅那個因為這快要過年了嘛 春節我們不是都要拍那個視頻嗎 賀新春的視頻 需要師傅錄影啊 那以前都是在中國大陸錄 那現在這時候都疫情嘛回不去了 所以甘久安就說那師傅你可不可以在台灣錄 我就想 那就把這個錄下來不就很好嗎 對吧 那但是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管制真的很嚴 越來越嚴 為什麼他把宗教師已經上升到中央級了 他是隸屬中央統戰部下面 統戰部 所以師傅一定要戴帽子 你看很多時候師傅都是戴帽子的 不是為了漂亮 是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無盡燈之夜的一個logo 對 然後我是 Sorry 跑掉了 好 這是我的獎台啦 他們做了一個獎台給我 然後 我可以站在這邊為大家灑鏡啊 然後主持啊什麼的 還沒有完 但是我今天把那個什麼 把電腦搞壞了 就是搞到後來就沒有辦法再加了 所以下禮拜再繼續吧 所以你覺得台灣的活動跟中國大陸有什麼不一樣 你不覺得有什麼不一樣嗎 格局不一樣對不對 非常明顯的格局不一樣 對 師傅不一樣 師傅不一樣喔 為什麼 因為師傅在進入管 我是戴帽林喔 剛剛師傅講那個 為什麼台灣跟大陸這個 好像是做活動會不相同 因為台灣 就是我這樣解釋就是說 師傅的思維是 觀點是不一樣的 對 那一般來講 我們宗教來講 台灣來說的話 就比較保守性 最喜歡做的就講 就是一成不變就做法會啦 什麼拜燦啦 就這些事情 他認為這些事情是因為 就是說從大陸移軌一直到現在為止 對 那師傅呢 可能就是說師傅接觸的方面 他覺得比較寬廣 就像大海一樣 他覺得大海我就不能用小船啊 對不對 小船是我自己一個很很舒服的 難得可以救兩三個人啊 對 可是我要一個大海咧 到大船怎麼做咧 那師傅就像宏觀的方式去想這些事情 那又配合在這時代的進步 對 我常常跟我小孩講說 這是你們的時代 對 那我們要走入你們的時代 我們才活得快樂 對 不能叫你們走入我們的時代 你們就很痛苦 這講得太好了 對 所以這是一個選擇性就是說 師傅要做弟子的 的那種朋友啦 那種解除困難 因為 對 朋友都好講話嘛 如果你一直擺這個師傅想 就不太敢說了嘛 對 那台灣一般來講 就是供養師傅 護著師傅什麼 都不太享受這些事情 對 當然師傅也 在一般來講的話 可能也 台灣可能也不太習慣啦 包括我有時候也不太習慣 我先解釋一下啦 但是我會盡量去嘗試 了解師傅的本意是在哪裡 這是我聽課的最主要的一個希望 重點 也重點 謝謝各位 好 非常感恩您喔 對 每一個人都要學習 接納這個時代的改變嘛 對吧 你看王世堅拖到現在才開始在學 智慧型手機 這就是一種悲哀嘛 對吧 還好他是為了要選立法委員 而自己覺醒到他已經落伍了嘛 對吧 所以時代不一樣啦 這個台灣的活動 因為今天是電腦down了 沒辦法啦 台灣我們也有辦法會耶 你也可以看到我們怎麼辦法會耶 跟市面上也是不一樣的 對 是 對 對 但是台灣跟中國大陸有一個共同點 你們注意到了嗎 師傅辦活動 台灣跟中國大陸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我要強調你根本不需要到場 很多人執著於我一定要有到場 我有沒有講過以前那個廣青老上還在的時候 因為他有神通嘛 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都會排隊去問世 包括國外的天文學家 都會來向他請教啊 帶了翻譯自己來向廣青老上請教天文的事情 那有兩個尼姑他們就也是排隊 向老上請教說 我們好不容易存了一筆錢了 我們想要蓋廟 那請老上幫我們指點 坐向是要坐南朝北還是坐東朝西 老上好生氣喔 他就說你看你看 我坐著這個破藤椅 這樣子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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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四面八方我都可以度化人 你幹嘛還要蓋一個大廟啊 你浪費錢啊 你還敢來問我要什麼坐向 你學佛學呆了 所以師父的視線你要看懂 我沒有錢 我沒有道場 我的每一個活動都是精彩的 你看像在中國大陸 我們那個大型的講座 利用那個中間的break 就是喝咖啡的時間 教會全場四五百人 通通都會念文書八字真言 用什麼方法 競賽嘛 事先就預告了 進來還沒有開始講座 就一直播放文書八字真言 然後一直預告 今天會有比賽喔 你們要把這個咒語給念熟喔 然後一口氣 藉由這個娛樂性的競賽 讓四五百人馬上就瞬間都會 都會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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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文書八字真言 就 護指我那個場 場子的那個大老闆叫徐醉斌 九醉的阿兵閣啊 他說他名字全世界不會重複了 就是九醉的阿兵閣 他常常跟我講師父啊 這學佛這麼困難喔 師父來這邊講法這麼多多遍了 看看我的徒弟 他說看看我們的高管是不是都有聽進去啊 他的高管在旁邊 因為我們又有活動了嘛 在那邊佈置 他的高管馬上 阿兵阿兵閣哪地 但徐醉斌都沒話講 徐醉斌馬上跟他的高管說 失禮了哈 所以度化是在無形當中 度化要在幽默當中 度化要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這才是高招啊對吧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個高人 他也主張不能 不應該有到場 但是這個人我沒有辦法在這裡講 為什麼 因為我在這邊講 我這個視頻就沒有辦法到那邊去 所以你想要知道這個人 你就可以私下來問我 他是兩千年的 千禧兩千年公元兩千年千禧年的作者 對 他就有講 是不需要 不需要道場 不需要教義 不需要教條 非常需要的是你的慈悲心 所以師父都做到了 非常的重要 你執守一個執守一個道場 你對道場需要管理 否則也是雞飛狗跳嘛 不是嗎 對吧 道場始終是是非最多的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這件事對吧 所以你們都說 我到哪一個道場去參加法會 你一進去馬上就被 那個道場的負能量給感染了 對吧 低頻共振了 這都沒有人會提醒你的 因為大家都要當好人 不想當壞人 但是這是事實啊 對不對 我自己我都不參加法會的 因為在藥師燦裡頭就有講什麼 法會在家就可以做了 你應該要去看嘛 對吧 一定要以法為師嘛 法就是經典嘛 對吧 寫那麼清楚 他說 拜燦就在家就可以拜了 沒有人說拜燦一定要 要到道場啊對吧 尤娟博士就是我在中國大陸的 例子中科院的大博士 中科院相當於我們的中央研究院 他就是在中國大陸 那個研究機構的最高端 那北大是什麼 北大是大學系統的最高 那尤娟他們那個中科院就是 研究機構的最高端 他是生態學博士 他剛認識我的時候 他為什麼來認識我 是因為他要考博嘛 就是來求加持嘛 每一個來的差不多都是有求而來的 那無可厚非啊對吧 你有求而來也是非常好 但是希望你 師傅幫助你過關了以後 你要把這個精神 幫助更多的人嘛對吧 尤娟剛剛認識我的時候 他那個指甲啊 指甲跟肉是分離的啊 你想想看他有多痛啊 上個禮拜的沈榮海他腳受傷 也是腳指甲跟肉分離 你是被撞了嘛對吧 他那個不是喔 尤娟那個不是喔 他那個是忽然間又變這樣子 就分離了 那弄到水多痛啊 那個水跑到那個肉 指甲為什麼要黏著肉 因為指甲的肉是特別嫩的嘛對吧 然後他給我看 我都覺得哇你這個太嚴重 我說你 我說你有去看醫生嗎 我說這看醫生不會好 他說對看醫生不會好 我說這是業障病啊 你一定要拜燦啊 要懺悔業障 可是那時候他才剛認識我 他 我身上也沒有帶燦本啊 而且那時候 徒弟才剛剛開始也 那時候都還沒有什麼功課啊 那時候叫做廣收齊啦 只要願意來的我都收啦 然後 然後後來我跟尤娟講說 我從台灣帶一本燦本給你 然後就也沒辦法一夜一夜一夜 這樣子帶他的拜啊 就是告訴他有佛號的地方 你得要跪拜 他的石跟指甲就是這樣跪拜好的耶 你要知道啊 所以他對佛法有強大的信心 是因為他看到不可思議 然後他們家本來也是殺生賣魚的嘛 殺魚 然後導致他 他弟弟 就是賭博喔 賭得很兇喔 人家都來討債啊 他也沒有 沒有能力還 家裡頭的人每一個人賺錢都 替他還債 還不夠 後來我就跟尤娟講 你回去要跟你爸爸媽媽講 一定要趕快離開殺野 或者我說你這個還不完啦 一定還不完 他回去跟他爸爸媽媽講 他有想一套方法 跟他爸爸媽媽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改賣那個太子生啊 就是人生很短差不多那麼短的 就稱他為太子生 像人生但是是小品的 就是向人家批發來賣這樣 結果說改就改啦 結果他們發現賣太子生賺的錢 竟然比賣魚還要多 你說是不是 這個就是菩薩在忽悠 因為他是很強烈的 對佛教的信仰 他其實非常有慧根 我們第一年201 2020年第一次去那個舞台山的時候 在那個大巴上面 每一個人都要發言嘛 他就發言跟禪相關的 那時候我拿可能對他們講禪 他們什麼都不懂啊 剛剛開始2020年啊 我2009年到中國大陸 2020年他自己就蹦出來 他當然沒有辦法講完整的禪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講到禪了 我就知道這個人特別有慧根 特別有慧根 他考博考 跑中科院本來不會上的 破格錄取他 破格耶 打破錢力然後錄取他 所以你看他也是非常的優秀 而且非常的賭信佛教 非常的賭信佛教 對 堅持一定要吃素 你看帶他的七歲的小朋友 加入決議選 對 好那我們今天來講第四講 第四講 解神秘經來 這個比較長喔 我請秋培念一下好不好 因為秋培念的比較快 請秋培念一下 請秋培念一下 來 蘭有分別所起形象 猶如犯事迷惑絕肺 於中發起唯有為響 或唯文為差別之響 不如所見不如所聞 堅固執著隨起言說 唯此定時 一皆吃望 未亦表之如是亦故 亦於此中隨起言說 比亦後時不需觀察 讚不讚 讚喔 非常流暢 非常流暢 你為什麼這麼會唸啊 你平常有誦經嗎 開口唸嗎 是 誦經 誦經很有幫助 而且誦經會讓人的文筆流暢 誦經很重要 開智慧嘛 對吧 好這瓶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接續上個禮拜的 他說 我沒有像上個禮拜這樣 一個紅字 然後每一條這樣 這樣講 因為這個相對容易了 上個禮拜的比較艱深 如果有眾生 你看一下我寫的那個解釋 如果有眾生他已經證得聖智 就是這裡 他已經證悟聖智 他當然了之一定要超越什麼 超越明言指向空性的法性 對吧 同步他也側誤了沒有真實的有違法跟無違法 為什麼 他已經證悟聖智了 他已經證悟成佛了 他自然就是側誤沒有真實的有違法跟無違法 為什麼 好 陳茗玉你第一次發言喔 加油 你今天要攻破十次的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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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師傅還有各位師兄 嗚啊 微容笑笑 好 弟子陳茗玉先懺悔一下我的胸無大志 胸無大志 怎麼會啊 你跟著師傅的九年哪能夠胸無大志 對 你太客氣了 他真的很慈悲啊 我告訴你 他的慈悲一般人做不到 譬如他的同事有腦瘤 他除了跟師傅 他請師傅加持沒有講說 這個人怎麼樣 沒有講 因為很匆忙 禮拜四下課很晚 他就寫 寫 寫 寫紅包袋 幫他同事供養師傅 第二次上課 師傅就說 喔這個人有病喔 這個他病得不輕 你一定要告訴他 要趕快救餘 他說對 他已經二十幾年了 對 後來你知道第三個禮拜 陳茗玉 就用他的老師 是女老師 他的女兒竟然也是 也是有同一個病啊 你想想看啊 然後用他們的名義做大供養 供養師傅 師傅就把他拿到例行每天的回鄉名單 所以陳茗玉的這一類的供養無數 可以說無數 天底下有什麼大災難啊 他一定是最快速就付出供養 所以去年喔 去年我們的頒獎都是有排名次的 因為有積分嘛 知道你得幾分啊 第一名當然是那個領頭羊 那一個年代的江明珠 第二名就是陳茗玉 因為他的那個 各方面非常的優秀 第三名才是我的助理啊 所以他打敗我的助理 對非常非常了不起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 大家有好的典範應該要多學習 好來 故意打擾你看你還記不起的 就是因為有為無為 本來就是名言失色而已 就這樣嗎 還有嗎 還有嗎 因為聖人主張 我不能說你錯 但是你還是沒有直接要害 聖人主張無為也是必須要被超越嘛 對吧 無為也是失色的 就是因為他是失色 所以你必須超越他嘛 你才不會落在名言的那個相符上嘛 那個相所束縛嘛 對 好 好 又換了一張了 他自己又換了 這也不是 好 所以這個得勝志的 他已經錯誤了沒有真實的有為無為 了之心以及心所法起了是分別的虛妄的形象 形象是什麼啊 什麼是形象 很早師傅剛剛來這邊教書的時候 就特別對這兩個字做出定義 因為他只有兩個字但是不是那麼容易懂 大家以為自己懂了結果發現不懂 形象 形象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意思 好 陳明玉試試看 挑戰 為事辦 形象 要用理解 理解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我要用敲敲敲 第一陳明玉試著說出 形象就是心所衍生的 的什麼 的各種像 心所衍生的各種像 對了 對了 因為形象在為時在 什麼 在文書法教裡頭就有講了 你要正悟到不思議定 你一定要超越形象 形象就是心所衍生出來的 對現象界各種 視鏡的直取所衍生出來的所有形 就是它是流走的 它是流動的 它所衍生到所有的 不是只有一個像兩個像 是心所衍生的所有的像 叫做形象 因為你直取它了 是因為你直取它了 所以它獻出來了那個影像 就叫形象 這個形象 並不是自己所證悟的 有違法或無違法 這個是阿拉耶什所衍生出來的 所以施設了語言說 這些都是虛妄不真實 事後 但是這種人 事後你是不需要觀察他的 某些人 上個禮拜他不是說 有哪些人是需要觀察的 為什麼他說這個人 他是不需要觀察的 來 1 2 3 go 為什麼 好 翁翠萍加油 翁翠萍你也沒有發言 請先 加油 師父各位師兄 翁阿威拉奉姆 畢者翁翠萍試著回答 就是這個凡夫 凡夫他的所見 就是有錯誤的 他容易執著 他容易執著 所以他的 他再去言說的 這些所見所聞 就是需要再觀察 是不是正確 對 還有就是 那這個人為什麼不需要觀察 你要回答的是 這個人為什麼不需要觀察 因為他這個聖人的言說 他已經超越了所有的這個名言設施 就是連他自己的證物他都可以超越 所以他的言說這些都不需要再去查證 他講得非常好 連他自己的證物他都主張必須要超越 所以這個人就不需要再做事後的觀察了 所以他已經超越了有為無為 就是明言施設的有為無為 乃至於空性的無為法 他通通都超越了 所以這樣子的人是不需要繼續觀察的 好來 這個比較短 謝民宗你來唸一下好嗎 謝民宗你唸得很好 所以不用擔心 解身密經 聖意地鄉品雲 而時 解聖聖意 密域菩薩 欲從 先此 欲從 先此欲而說 送曰 對 佛說 離言無惡意 是 聖身非 於之所行 於夫於此次 所負 樂者惡意 樂著惡意 樂著惡意 言細論 對 疲或不定或協定 流轉即長生死苦 對 賦為如是 富為 富為 富為如是政治論 對 當身牛羊等類中 好的 非常感恩您 非常感恩您 以你的學歷能夠這樣子 每個禮拜都念 菩薩一定給你特別的加持 特別好 好 這邊為什麼 你知道這邊為什麼要念從 從來過 從心 從心宣恥意 所以我們來看 師父的解釋 佛陀所說存在的本性 就是存在的本然 必然是離言的 沒有二元對立的 的虛妄 就是二元對立 他就是虛妄 但是本然就是終極本質 就是你的本性 本來就是離言的 沒有二元對立 二元對立 都是下滑到現象界以後 人的認知錯誤 把他認為這是善 那個是負 這個是人所施設上去的 所以就存在的本然而言 他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但是凡夫以雜染的心 執著於愛論跟見論 我就是在講細論 凡夫以雜染的心執著愛論跟見論 形成的細論 凡夫以雜染的心去執著喜歡愛論跟見論 兩個合起來叫細論 凡夫無力 當然凡夫沒有辦法做到禪定 乃至於自己認為自己已經得到禪定 其實那是邪定 最後就會流轉生死和輪迴 終因違反 終究會因為違反宇宙真理 宇宙真理就是這個存在的本然性 然後最後他會投生到促生到 這一品本品就是這一品第一主題 這一品是指的聖益地相品 我們還沒講完 就這一品的第一主題講的是一切法無二 這個請你一定要記住 聖益地在講什麼 第一關鍵重點在講 闡述一切法無二 既沒有有違法也沒有無違法 一切法無二 他說現在已經闡述圓滿了 然後本文的文字重複很多 為什麼這個也應該要紅字才對 你看本文的文字就是聖益地相品 從我們開始講到現在已經第四講了 很多的文字重複一直講 這個無違法也要超越 然後聖人沒有有違無違法 他一直繞繞繞 一直講這個 請你注意到他的用意是什麼 本文有很多的文字重複甚多 以利行者足智觀修用 看到嗎 他是有用意的 意思就是說他一直重複在講 就是你要入定以前 你要先學過足智的觀照 這上面所教導的 一字一字的去學 所以他傳授了實踐的方法 是不是就是驗證了師父所講的 如果一個經文你認為他只是經文 就是來生化義理而已 那你還是很low 他一定都有實踐的方法 這邊就已經講出來了 就是他確實有實踐的方法 是要讓行者足智的去觀修用 好這個比較長 沈榮海你來念好嗎 這個比較長 大學生來念喔 解釋蜜經聖玉立相云 我使華勇菩薩白佛言四尊從始東方 過其十奧過其十奧 這個要念博喔 不是白喔 博是下面的人向上者禀報 這是博 要念破音字博 來 使華勇菩薩博佛言四尊 從此東方過七十二鏡 茄河沙等世界 有世界明記大名稱 始終如來 好廣大名稱 我於先日 從彼佛圖發來致詞 我於彼佛圖曾見一次 有七萬七千外道 並其失守 同一會作 為師之法勝益地向 比共師益 衡量 觀察 變推求使 於一切法 勝益地向 盡不能躲 維持種種意解 別意 意解 變意 意解 互通 違背 共心 爭論 可持毛戰 更相戰於 刺於 腦於 外於 各個禮善 始尊 我於偶始 卻作思念 如來之事 盛其 虛有 由此事故 乃於如是 超過一切 行之守 勝益地向 亦有通達 亦有通達 作證 可惡 說事 益儀 好的 謝謝沈榮海大菩薩 這個恭爽佛經是非常大的功德 特別是為眾生恭爽 對吧 像我們在在寺院裡頭 老而上也會臨選 優秀的出家人為大眾恭爽 一段的經文 譬如我們每個禮拜天早上都要拜大悲禪 就開始的時候就要恭頌這一段經文 好 所以這一段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法勇菩薩他禁禀釋迦牟尼佛說 世尊從此東方七十二 禁且河是什麼河啊? 恆河 對 禁且河就是恆河沙等世界 有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就有一個國土 它的名字叫巨大 這個國土中有一個教主就叫廣大 廣大如來 我於先日 你想這先日什麼意思啊? 前一天 以前是多久以前 再猜猜看 不是現在也可以前一天 也可以前兩天 前一世 前一世 我於前一世 從彼佛土 我從哪裡來啊? 我 竟然是從巨大這個國土 從廣大如來那邊來 來到這裡啊 來 現在投胎來到這裡啊 我於彼佛土曾見一處 就是過去的時候我曾經看到有七萬七千外道 跟外道的師父一起坐在那兒 為師諸法聖意地象 這些外道他們共同思維 什麼是聖意地象啊? 而且共同思議啊? 稱量啊?觀察啊? 變推球啊? 大家互相的演判啊? 於一切法聖意地象 竟不能得 最終他們沒有搞懂什麼叫聖意地啊? 圍除種種的意解 結果他說他們沒有搞懂 他們做了些什麼事啊? 意解是什麼意思啊? 他用意識去理解 他用知識去理解 他不是從智慧去理解 結果他們只做了種種的意解 然後互相彼此的意解又不一樣 變異異解 互相違背 共心爭論 當然是結果後來就吵起來了嘛 對吧? 口出謀戰 口出惡言 口出惡言 更相戰以 就是大家都出惡言 肆以 腦以 壞以 各個離善 最後就是不歡而善 他說世尊我餘而食 他說我當時切作思念 切就是我私底下是這麼想的 如來出世盛其 他說我們佛家的弟子 是因為有如來出世來教導我們 真是太奇妙稀有了 由出世故乃於如是超過一切 尋思所行聖意地向 亦有通達作證可得 所以這個就是我把它拿來 當作我今天的主題 超過一切的行思 超過一切的聖意地向 才有可能 像釋迦摩尼佛一樣 正悟成佛 對吧 他說 這個法勇菩薩他就講說 我當時我就窃喜了 就想還好我們佛弟子 有釋迦摩尼佛 稀有出世 然後 我們所看到的釋迦摩尼佛 是超過一切 連尋探尋真理的這一件事 他都超越了 而且超越到他所證悟的聖意地向 他說圓滿通達作證可得 就是釋迦摩尼佛自己的實證 就可以來教導我們 然後師傅的解釋 法勇過去由巨大國土來巨大這個世界 當時曾聽聞外道師徒探尋 探尋 探尋嘛對吧 探尋聖意地向 尋師嘛 就是探尋真理 聖意地向的真理 不能得他們搞不懂 而且衍生諸多的意解 很多的奇異帶來了紛擾 最後他們不是不歡而散了嗎對吧 從這邊你想到哪一部經啊 那一部經有講 諸佛為什麼要出生於世啊 為什麼要來出生啊 法華經 法華經 法華經講到解釋 諸佛為什麼要出生於世 有四大原因 哪四大 開示誤入 開佛之見 釋佛之見 誤佛之見 入佛之見 所以師傅就把法華經的經文 拿來作為這一品的補充 我認為法華經這個就講得特別的清楚 法華經雲那個廖炳坤大菩薩 請您唸一下 鄧炳坤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一定要唸 稱他為廖炳坤 我還跟我的助理講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老愛教他廖炳坤 廖成林老師鄧炳坤 謝謝你提醒我 對 我還跟我的助理討論過這件事 對不起 鄧炳坤大菩薩來請 法華經雲 諸佛世尊 唯以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對 諸佛世尊 欲令眾生開佛之見 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 欲事眾生佛之見故出現於世 欲令眾生悟佛之見故出現於世 欲令眾生悟佛之見故出現於世 欲令眾生入佛之見到故出現於世 這立佛 視為諸佛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非常好 鄧炳坤你越來越大聲念得非常好 所以法華經這一段特別的重要 他講出來了諸佛為什麼不斷再回到娑婆世界 來教化眾生就是為了要幫助眾生 看嗎 開佛之見我應該用紅的我沒有 開佛之見然後呢 視佛之見看我的激光筆喔 視佛 視眾生佛之見再來 令眾生悟佛之見 然後 最後欲令眾生入佛之見 所以師傅把這四個解釋一下 開佛之見令得清淨 深化的教義幫助眾生開解煩惱 叫開佛之見是要開解眾生的煩惱 視佛之見正信不迷 揭示正信的那個法統 然後令眾生不再迷惑 第三悟佛之見了悟佛理 拓展法理的系統幫助正悟佛理 第四入佛之見圓滿德正落實於終極體悟 終得圓正菩提 所以開示悟入對 所以你不用悟就是開示嘛 師傅不是整天都在開示嗎 為什麼幫助你悟入嗎 入什麼入佛之見 所以一定不要死背 你有很多的方法 association就是聯想 宗教與科學的會通 今天我們要看一個長篇 但是我們只看其中一段 下個禮拜再看 2020年8月29日 Newerlink公司舉行了一場發展 公司老闆馬斯克 介紹了腦機接口巨型 將硬幣大的小芯片植入大腦 就可探測小柱神經元的活動 讀取腦部的大量信息 這家Newerlink公司究竟是何來頭 2016年夏天 一家名叫Newerlink的公司 在美國加州舊金山悄悄成立 限時版鋼鐵匣 SpaceX和特斯拉的擁有者 埃隆馬斯克 是這家公司的創始人之一 這家神秘的公司是做什麼的 埃隆馬斯克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大家好我是Cindy 一概分享財經科技知識 解析財富密碼的財務人 Newerlink是由埃隆馬斯克 和其他七位聯合創辦者 一起創辦的私人公司 通過風險融資 籌資1.58億美元 目前公司有90多個員工 馬斯克希望通過此次發布會 招聘到1萬名員工 腦機接口 簡稱BIMI 是指創建在人類或動物腦 與外部設備間的 直接連接通路 馬斯克的Newerlink公司 內容精巧的機器人 將極細的線插入大腦 同時植入可以接收 和傳送大腦信號的傳感器 細線的另一頭 則連接著電腦 這樣就可以實現通過大腦 連接電腦的目的 Newerlink想做的就是 研發出一個足夠強大的 腦機接口 治癒人類的腦部疾病 並賦予人腦更強大的功能 雖然聽上去很科幻 但實際上 對於腦機接口的探索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 就已經開始了 到2008年 匹斯堡大學神經生物學家 安德魯·施瓦茨 宣稱他們創造的腦機接口 可以被猴子用來操縱機械臂 給自己餵食 這也標誌著腦機接口的發展 已經允許人們將動物腦 與外部設備直接相連 並使得外部設備 執行特定的功能 或許你沒當回事 但能夠與我們的頭腦 直接或者間接相連的外部設備 其實早已存在 最為人所知的例子就是腦電圖了 當你在介紹腦電圖檢測時 你的腦就已經與這台 龐大的機器相連在一起了 廣義上講 這也是一種腦機接口 馬斯克展示了最新的設備 該芯片的8毫米厚度 使其可以與人類頭骨齐平 可置於爐頂位置 開爐部分為一個硬幣大小 能夠讀取腦電波脈充等信號 支持遠程數據無線傳輸 幾乎可以在白天使用 一整天後晚上進行充電 目前有兩種方法 來記錄我們的大腦發生的活動 一種是非侵入式的方法 另一種是侵入式方法 腦機接口也並非Neuralink首創 早在2006年的時候 腦機接口已經存在 並植入到患者腦中 但Neuralink的最大貢獻 是他們的技術創新 包括在電極內的鮮薄柔性電線 可以識別大腦活動 此前侵入式方案 僅有100多個電極陣列 如今被擴展到3000多個 以及可以將電極線 判入大腦的手術 變成微創疾病 腦機接口有望 恢復感覺和運動功能 以及治療神經系統疾病 但臨床尚未得到廣泛應用 部分原因是適度的 電極陣列數量限制了其潛力 馬斯克在他公司 Neuralink的白筆書中描述到 Neuralink已經向可擴展的 高帶寬腦機接口系統 邁向了第一步 他們構建了小而靈活的電極線陣列 每個陣列多達96個線 分布的多達3072個電極 而且還構建了一個神經外科手術機器人 在醫院內一小時內完成植入手術 馬斯克展示了這台神經外科手術機器人 他表示 Neuralink打算將植入芯片和設備的成本 降低到數千美元 馬斯克不愧是個奇才商業大亨 他製造的獵鷹9號龍飛船的成本 要比波音公司製造出來的成本低出很多 從而打敗波音贏得NASA合同 此次開發腦機接口產品 他將成本降低到可以商用普及 此次發布會 馬斯克還主要展示了三隻 已經佩戴植入物的小豬 其大腦信號可被實時收集到 Neuralink目前可開發治療 像結胎、阿爾茨海默病或任何其他 運動神經元疾病的患者 特別是那些脊髓的感覺活性受損到 無法修復程度的患者 Neuralink可以充當大腦與器官之間的 直接橋樑 從而繞開了對脊髓的需求 想像一下對於脊髓受損的人 是無法移動或舉起手臂的 因為由於脊髓受損 不可能將大腦中的運動神經元 產生的信號傳遞到手臂 但是Neuralink的設備就可以解決了 當病人的大腦中植入了 Neuralink設備 該設備將獲取來自 運動神經元的信號 並將其中繼到脊髓底部的 另一個設備 該設備會將響應 直接發送到手臂 因此病人可以舉起手臂 Neuralink技術 可能成為醫療保健行業的一大福音 腦機接口 好 我們先看到這裡 剛好是一半 好 然後依照決心的 那個 我們都是要 要來怎麼樣 要來分享一下 這個分享最主要也是來幫助大家 開拓你的思維 你講的不一定要跟師父寫的一樣 你最好是不用看師父寫的 你這樣才能夠真正的開發你的直覺思維 對吧 你清一色都按照師父的想法 那意義是不大的 好來 師父有很多的想法 因為這個篇幅的小小 也沒有辦法表達出來 所以你光看那一些 其實意義不大 OK 來 1 2 3 GO 這個片子你們都看過了 其中他講腦電圖 就是 就是 玲瓏你去做的EEG 就叫 我們這邊叫腦波 他們那邊叫腦電圖 是一樣的 就是腦波 腦波 他說腦波也可以說是 廣義的腦機接口 因為你貼上了那個電極片在頭上 然後 這個電極片就跟你的那個機器 醫院的機器連起來嘛 所以 腦跟機連起來 偵測你腦內的 至少你的那個 電位活動的狀況 對 對 所以他認為這個也是廣義的腦機接口 好 來 1 2 3 GO 生意這麼不好喔 好 小路啊 好 好 你們都聽過了 你們都看過了這一遍 喔 沒關係 這個你們多少看啦 2020年的5月21號就看了 所以書的人教學是走的很前衛的 現在已經2023啦 對吧 53年前啦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路華 我好讓你聽著 試著來跟大家分享 腦機接口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科技的發展 但是我們 他讓我直接聯想的是 那個我們曾經學過的 異物與異於物 我們現在在這個科技上面就很琢磨 但是事實上我們應該 是要以意識來領導這個科技 而不是一直 像現在大家一直在吵那個Jet GPT 那個問題是我們要發展我們的意識 然後用這些來幫助我們的生活 但是常常因為科技變成領導在 超越了我們 變成說我們就少用我們的大腦 去做一些思維的動作 然後甚至就被駕馭於這個科技 被科技所凌駕 變成說我們已經被他綁架 沒有科技不行 然後變成就容易像那個道德經所講的 你就沉迷在這個五欲 你最後你根本心發狂自己都不知道 那這個直接讓我 有 超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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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沒有計時我都知道你超過了 你講得很好 我靠你 異物跟異於物出於哪一部經典 道德經嗎 你答錯了 尋子 尋子什麼篇 修聲篇 尋子修聲篇 尋子修聲篇 這個很重要 異物 異於物 這個真的很重要 莊子也提過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修聲篇 對 這個在師父寫的文章裡頭都有出現的 對 師父只要引用經文一定會指出來他出自於哪一篇 對 好 好 蒋露阿講得非常好 他是從異物跟異於物 就是科技無限的發展 但是我們千萬別被科技給駕馭了 我們要倒過來怎麼去 對 怎麼駕馭這個機器為我所用 對 這才是重要的 好 來 1 2 3 Go 圍石班的 加油 圍石班今天很少發言 蛤 什麼 什麼多會一下是什麼 李多會是一個啦啦隊 李多會 對 韓國的李多會 我是講多會 李多會 對對對 是 是李多會 是 是 你知道嗎 他們為了運作閱讀量 他們要 十集這個新聞的熱點嘛 所以你現在考他們新聞都考不到了 對 以前從來都不關注 就跟呆子一樣 山頂洞人 對 蒋露阿你說你要當山頂洞人 王世堅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他也說他是山頂洞人 對對對 是 他有他的魅力 對對 我很 搞不懂他為什麼頭髮永遠這麼亂 他特有的魅力 對對 然後他講話很直 他就口無責攔 他心裡想什麼就講什麼 這也是很大的一個重點 對 現在年輕人也是 口無責攔嘛 對吧 很合拍 對 是 對對 來 1 2 3 go 1 10 班 要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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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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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2 3 加油 對 2 3 4 3 師傅好 我 我 張明禎 我看這個影片 我自己一個感覺 當然是科技在發展 但是如果對 這裡面我自己有個感受就是說 他對人類如果是有 就像他能夠醫療很多 本來是脊椎受傷 沒辦法動 但是因為經過這個腦機的接口 能夠改善 讓他本來是癱瘓 不能走 然後能夠行動 那對人類來講算是有貢獻 對 我是覺得在科技的發展 如果往正向的去發展 對整個社會 對整個人類是有幫助的 我是覺得用這個方向去思考 然後去做 問題是很多科技發展到最後 變成剛剛那個講話 師姐講的 就是被藝了 被科技綁架 對被綁架了 你要想辦法說我是在用它 不是被它用 所以這方面我是覺得人類是 這方面是應該要深思啦 以上 要深思 對 是的 是的 要深思 確實 確實 確實是要深思 他剛剛有提到說 對於截灘 這又是中國大陸的語言 截灘就是被截肢 譬如說截肢到這裡 或者是說高位截灘就是 像這裡也是截肢到這裡 對吧 高位截 這就是高位截灘 會破壞掉他的運動神經源 就沒有辦法動嘛 對 可是用腦機接口的話 可以幫助他 對 刺激他的運動神經源 幫助他復原 對 所以這方面他是很有前瞻性 非常有前瞻性 最近Mask又很紅了 你知道原因嗎 結果難怪你們閱讀量運作不好 恭喜 恭喜那個林柔今天全壘打 而且很高分 非常好 但是為什麼你們老是沒有辦法持續啊 全壘打以後就節節敗退 虎頭蛇尾 為什麼啊 這樣就累囉 那師傅在這邊教學 教了15年 為什麼不累啊 師傅向我的徒弟宮廷早安十幾二十年了 為什麼都不累啊 師傅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長期如是做 你告訴我為什麼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這不叫陳丹熙教授 他的愛人鄭長林教授 鄭長林教授就是唱那個文書八字真言那個 每一次陳丹熙教授都跟他講 師傅就是能夠這樣子做都做 我們做不到 他的愛人就怎麼說 愛人就是先生 他的愛人就說 所以師傅是師傅啊 我們還不是師傅啊 好 蔣璐華 我先講的話 我就是這個禮拜發生的事 我趕快趁機轉 因為這個狗狗 就是星期一本來去 這個狗狗叫麻糬 他星期一去台大看診的時候還一切很正常 就是就是 蔓簽去拿蔓簽 結果星期五早上臨時血便 我趕快送過去 然後那個醫生在檢查以後 檢查完了以後 他就告訴我說 要我考慮安樂 幫他安樂的 安樂死 對 我覺得太奇怪 我星期一好好的 那我只有血便一下而已 而且這個血便應該可以控制 像我今天帶他過來 他也都還不是說太難照顧 那怎麼醫生會很輕易的 要事主去想說 是不是安樂 但是等一下 等一下 你這樣會誤導大家 應該要仔細的介紹麻糬 他的病史 因為他很老了 他應該有18歲了吧 然後 他就是一直咳嗽 咳嗽大概有一年了都不會好 咳到 咳到 醫生都必須要用麻糬制止他 免得他一直咳 氣管會塌陷嘛 他就是這個問題沒有辦法痊癒 醫生 台大動物醫院也沒有辦法 台大動物醫院是最好的醫院 也沒有辦法 然後現在又發生了那個便血的問題 所以醫生就會想 哎呀 你這個問題都這麼難治癒了 你現在又來這個問題 所以請問你是不是願意考慮 安樂死了 對 應該是要這樣解釋 才是比較完整的 對 然後好 請繼續 那我覺得這就是異物跟異於物的問題 那個醫生是以現實科技來領導 現在我們的整個社會取向就是比較公立 他覺得說 你這個我科技用的方法都已經極限了 沒有辦法幫助 那可能照顧者會對於 你可能會造成你照顧上的困難 所以用很輕易的就認為就說 這個是不是該考量用這種方式 那我覺得生命 就像我們腦機接口 我們是應該去用這個科技來幫助我們 而不是現在有點醫生也被綁架了 認為說 因為我所有的方法都這些科技 我方法我都用了 所以既然沒有辦法再做改善 那就可能就放棄了 變成很輕易的 他沒有考量到 事實上我們科技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意識的問題 那個並不是說這麼膚淺的就是 我方法都沒有效 你可能就是考慮安樂 我現在有點社會整個都連醫生這個行業 這個我們的教育方式都走向說比較公立 所以醫生的話 我事實上我直接並不是說怎樣 而是覺得說 我們事實上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並不能說仰賴所有的科技 像我生病了 我有癌症了 我百分之百的信任醫生所告訴我的事 醫生可能有盲點 所以我們一定要懂道理好修行 我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要如何去 因為醫生有可能他依照他的目前的狀況 他認為這是最好 但是這個以宇宙的真理來講 這個不見得是對的 我們一定要知道道理 然後自己做判斷 才不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好 戴臺林要發言 來 我是戴臺林 我只講一句話 這事情從頭到尾到現在 你們想到狗是在怎麼想 我就講這句話就好了 這些都是我們人在想 醫生想 大家都在想 唯一不知道就是狗怎麼想 今天我們是人的話 我們可以說我生病什麼 我怎麼想 狗沒有權力想 那可是不能這麼說 因為 你也不知道狗怎麼想 對吧 但是我們應該是可以安排 你養狗 決心每一個人都要養狗 你要知道要收養流浪動物 這也是決心成員的功課之一 為什麼 考驗你的利他精神 對吧 哎呀 你肉捐個兩百三百五百一千很容易啊 對吧 但是你長期都要這樣子 來照顧服侍這些狗狗 不見得每一個人做得到啊 真的 那 我說過 養狗並不是給牠吃飽就好啦 養狗更重要的是要照顧牠的靈性 你需要讓牠聽經文法 你每天要對牠講經說法 你要讓牠知道懂因果 你要為牠的下一次投胎再轉世 預做準備啊 而不能說 現在醫生說 你應該考慮安樂死 然後你就去安樂死 醫生會這樣考慮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說醫藥費真的很貴啊 昨天蔣路華又向我申請三張醫藥費 因為牠有時候去看病 你知道台大看病 早上去都要晚上七八點才能回來 真的 非常耗時間的啊 然後一回來五六千 一次五六千 三張就超過兩萬了 你要知道 醫生也在考量你是不是負擔得起啊 這是醫生考量的另外一個重點 當然我們也謝謝醫生這麼 對我們諸多的照顧 然後匯集這個小動物 但是蔣路華我們都有一個經驗 我們以前有一個阿丹 也是在那個台大動物醫院 是一個賣菜的賣菜女 用他的賣菜的那個洗衣籃子 提了一條狗 那條狗是被打到這個前庭都凹陷 前庭就是負責平衡的 所以代表這條狗即便被救回來 牠走路也是不平衡的 因為牠已經受虐嘛 這都凹陷了 所以醫生就直接跟那個 跟這個賣菜女說 我看這個是沒辦法救火了 因為牠舌頭都吐出來了嘛 然後都口吐白沫了 你怎麼救牠啊 剛好蔣路華在旁邊 那時候我在北大 我不在現場 然後醫生就說 我是建議你要給牠安樂死 蔣路華聽到就說 當然不能安樂死啊 那個賣菜女就說 牠也沒能力來撫養這個流浪狗 蔣路華打電話給我說 當然要救牠 牠就是我收養的八條流浪狗之一 我收養的八條流浪狗 牠們有共同一個特色 一定是生病 所以因緣沒有好壞 牠因為生病被我收養 牠得以天天聽經文法 我天天為牠獎金說法 所以這是不可思議的因緣 是不是 就是為什麼我訓練我所有的徒弟 你一定最後一關你要晉升 就是你一定要收養流浪動物 這個太容易 我一個人就收養八條 我沒有收入啊 我沒地方住啊 你知道我睡在哪裡啊 我就睡在地上啊 我天天睡在地上啊 大寒流來我還是睡地上啊 為什麼 八條啊 你要睡到床上 八條都要上床 你的床哪有可能那麼大 所以我一直都睡在地上啊 你要知道 睡在地上人家不是說會風濕啊 會骨頭怎麼樣 你看師父有嗎 師父活潑蹦跳得很啊 健康得很啊 你心要想 你是為了要利他啊 你不要想我就是我 哎呀我睡地上 哎呀這個等一下 地上太潮濕了 你的想法太小 加熱氣小鼻子小眼睛 想到永遠都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你的病都不可能好 你就看師父怎麼做嘛 我養狗 我從我那時候還沒有出家 我的第一條狗 我以前沒有收養狗的經驗啊 我的第一條狗Lucky 他是在1999年12月31號 在我們那一棟大樓的樓底下 我的車是路過那看到 我們那樓底下怎麼會有一個什麼東西啊 我還不曉得是一條狗 然後後來我車停好以後去看 是一條狗都已經口吐白沫 那時候已經很晚了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但是我下定決心我要救他 然後我就跑到外面來 看有沒有人路過 剛好有一個人路過停機車 我問他說你曉不曉得這附近有 有沒有收醫電 我說我的有一條狗快死了 他說就在這不遠 他說我帶你去 我說你怎麼帶我 他說我騎機車 他說狗要不要我幫你載 我說不用我自己有車 然後他就帶著我去 是這樣把他救起來的 我那條狗也來過這兒聽經文吧 他活了21歲啊 21歲啊 醫生都跌破眼鏡啊 他那個很會 我在纏坐的時候 他叫他的弟弟妹妹要纏坐 對喔 是呢 他會唱那個 那個什麼 少女的祈禱啊 垃圾車來的時候 然後屁股還要這樣搖搖搖 然後有時候他 Key不對了 他還會升降Key 你知道 太有智慧了 太有智慧了 21歲到他要中老的時候 他的毛色都好漂亮 沒有那個什麼 掉毛啊什麼 我都說他以前是修行人 不曉得做了什麼事 淪落為出生道 到他為出生的時候 他都還纏定 怎麼知道啊 我纏坐的時候 我那纏坐墊一放下去 他馬上就去佔我的纏坐墊 後來我跟他講 你這樣不行啊 那我要坐哪了 後來我給他買一個小的纏坐墊 你知道嗎 我大的放下去 小的也放下去 一起拋下去 他就知道他要去 做那個小的纏坐墊 你看多那個啊 多聰明啊 多聰明啊 有人到我的療房來 拜那個藥師燦 一個企業家他很苦 快倒了 然後被我救活 現在可紅紅火火了 所以他一直都扶持師父 那時候真的快倒了 因為他走了太前衛 所以那個民國 民國90年他就走那個光纖有沒有 Optical 那個太早了嘛 所以那時候人都還不懂啊 所以他快倒了 你看快倒的年輕人才有可能來拜大悲燦嘛 對吧 我就帶他每個禮拜都 帶他拜大悲燦 Lucky就來拜大悲燦 他會叫他的弟弟妹妹要來拜大悲燦 你看 所以狗特別有靈性啊 特別有靈性啊 所以應該要養 不是說養狗而已 收養流浪動物 重點是你要教導他 要教導他 聽經文法 為他的下醫師要做好準備 Lucky在台大動物醫院也往生了 然後半夜嘛 然後我叫展露娃去台大動物醫院 跟他們講不要動Lucky 然後展露娃有一個朋友好心就說 他要幫Lucky埋葬 但是他在忙嘛 他說要晚上才能 我說好 所以他要去埋葬的時候 Lucky已經往生16個小時 這個人回來跟我講 舒霧這不可思議 這條狗16個小時以後 身體還是柔軟的啊 你要知道 所以展露娃在醫院照顧Lucky 我就在療房 為他一直念佛 然後為他做妻 你看他因為生病被我收養 所以他得到大福報 對吧 今生他可以得到得度嘛 對吧 好 你還要講喔 好 你們有人有收養流浪動物嗎 你們應該要學習收養流浪動物 真的很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在困難我帶他來 麻糬 對麻糬 事實上我就是希望他能夠在最後的時間聽經文法 這非常重要 不是只有人需要 我覺得動物也需要 那所以我把他放在這門口 我打開門讓他聽 這整個都還是一樣進入他的阿賴爺史 我想這個是可以幫助他 如果他今天沒有讓法師收養 就沒有這個機會 就沒有完全沒有這個機會 這是我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要為他做 對 我的第二條狗是殘葬犬 是完全不會走路 是人家拋棄了 他的主人不要他 因為他被車輾了 所以他完全不會走路 我看到他的時候 四點半我起來 起來遛狗 聽到有狗在哀嚎的聲音 我靠近一看 哇好臭啊 全身都是大便 然後我心裡想 哇這個主人為什麼忍心讓這條狗在外頭 然後全身都是大便 臭到不行 天亮了我就去找那個主人 八十幾歲的阿伯 我跟他講說他怎麼一回事 他就說他被車輾了 我說可是你沒有帶他去看病 他說沒有他一定會死 他說這就是他的命 我心裡想說 哇這就是他的命 那你將來往生怎麼辦 我當然沒有講 我說那要不然你 你這條狗讓我養好不好 那時候我要住哪裡我都不知道 我就說那你讓我養好不好 因為這條狗在他手上一定必死無疑 他聽到有人要養他可開心 他就說好好好 謝謝師傅謝謝師傅 我就把他帶走去看病 醫生就說他已經過了48小時 黃金開刀的時間已經不可能了 他說他就是一輩子就是沒有辦法了 他就是用膝蓋走路啊 他就是這樣子拖著 然後你知道這種狗很容易下陰部拖地嘛 所以一直感染一直你知道嗎 他這樣子的狗可以活17年啊 17年啊 醫生都覺得這不可思議 你光感染就不可能了嘛 每天都在那邊感染都在那邊感染 他還可以活17年 到最後快要臨終的時候 我也帶他到四樓教室去聽課 我們是把他放在飲水晶那裡 他自己會溜到課堂 他要聽了 對他要到教室區 他不要在飲水晶那裡 對所以你看師傅是非常辛苦在培養他們 可是每一個都這麼高壽啊 這麼高壽啊 以前蔣路華還救了一個那個 就是蔡蘭女那個阿丹 就是被打這邊被打的 蔣路華問我要不要救我 我說當然要啊要把他救啊 結果蔣路華用愛心照顧他 這個阿丹兩個月就好了 兩個月什麼藥都沒吃 兩個月他就好起來活潑蹦跳 我下禮拜可以修他們的照片給大家看 活潑蹦跳喔 哎呀太可愛了 兩個月啊 你醫生就要把他安樂死啊 對吧 所以不能完全聽信醫生的話啦 真的 醫術還是非常有極限 國父不就是肝癌專家嗎 自己不就死在肝癌嗎 對不對 所以出世間法還是更重要的 我說了2000年的千禧年的倫理 那個作者就講不需要道場 不需要交易 不需要教條 什麼都不要 你需要的是慈悲心 對 你學佛你需要的真的就是要慈悲心 你沒有慈悲心的話 你即便是看到了你也不想做 嫌麻煩嘛對吧 然後落到一個一無所有的師父在養八條流浪狗 對吧 還好都是大家護持 讓師父也都能夠 關關難過 關關都能夠過 所以講路完你還有什麼話可以講啊 對 是是是是真的 真的 真的 養狗 真的不是各位想想像 就這麼輕鬆 真的不是 一定不是那麼輕鬆 瑪莉 那個瑪莉就是殘戰的那條狗 你光是學幫他擠尿 他自己是不會排尿的 你等到他自己排尿他都完全感染了 你每兩個小時要幫他擠膀胱 幫助他排尿 四個小時要幫助他排便 這個功課你做得到你才叫做修行人 否則你根本不是修行人 你經不起挑戰的我告訴你 你會起煩惱的 而且你擠不對的話他也不尿對吧 所以都是挑戰啦 師父為什麼要規定決先的地址 你一定要收養流浪動物為什麼 你沒有收養流浪動物 你的慈悲心根本就完全經不起考驗的 對吧 眾生稍微來煩惱 來囉嗦一點 你就嫌煩嫌那個嘛對吧 好 那這個腦氣接口生意不好 生意不好來 導氣接口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所以他說BCI的簡寫是全文是這樣 利用精巧的機器人將集系的線 線就是Electro就是電極線 插入大腦植物可以接收和傳送大腦信息的傳感器 Transducer 細線的另外一端要接上電腦 一端是大腦一端是電腦 將8毫米厚度的晶片 他們都說晶片台灣講晶片 所以你開一個洞你8毫米很薄 放進去剛好跟這個頭蓋骨是平的 與頭蓋骨齊平置入於頭頂位置 換句話說開腦大小 只要一個硬幣的大小就可以了 就能夠擷取人的腦波 腦電波就是腦波 脈搏這些信號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支持遠程數據的無線傳輸 大腦的信號透過電腦全世界都可以去 如果有更好的醫生在南非 真的不要小看南非 南非是白人的世界 是後來曼德拉當選以後黑人抬頭了 否則南非非常科技非常前衛 你知道全世界開心讓第一個成功的是南非 所以你一定不能小看南非 所以我講到說這個無線的傳輸 也許傳輸到南非或傳輸到美國、德國等等 白天可以使用一整天晚上充電就可以了 2020年8月29號 Neuronic首次的發表會 為了這個腦機接口 Neuronic公司它的成果展現 電腦可以納入3072個電極線 為什麼呢你要知道它的電極線是變成是threat threat是線 線它是排成線形這樣一片一片一片的3072 這個是它最大的突破 可以微創而且很細而且軟 不傷大腦可以用微創的手術植入到大腦 不用開腦是用微創就可以了 渴望治療恢復感覺神經運動神經功能受損的神經系統的疾病 你要知道神經系統可以說是最困難 為什麼神經一旦上失了以後是沒有辦法復原的 三位得到臨床的認可 源於電極陣列的數量限制了它的潛力 目前是用3072已經算是最高了 該公司宣稱藉由電極線陣列發展寬頻腦機接口 每一個陣列electro-threat threat就是線陣列有96個線分佈達3072個電極 創建神經外科手術機器人一小時就可以完成 一小時可以完成外科手術 那這個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渴望降臨成本達數千美元 mask獨具市場的經營能力 列英九號龍飛船以低成本贏得NASA的合同 打敗波音公司目前開始治療結癱 結癱就是結肢癱瘓的病人 ASHAIMO是老年痴呆 運動神經元譬如說誰啊 霍金就是叫什麼 劍動人 劍動人就是運動神經元的疾病 脊椎感覺活性受創 該公司的設備充當大腦跟器官之間的 直接的橋梁就是腦機接口 他真的很了不起 我剛剛講了一半 最近呢 mask又大出名了 為什麼 你們都沒有在看新聞嘛 所以你的閱讀量當然不好啊 對吧 他又的發射火箭了 又成功了啊 你要知道 他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我最佩服他的是 他的每一個舉動 都為了人類的發展 他退出CHAT GPT 就是因為那個CHAT GPT 他本來投資10億美金嘛 對吧 那講好這是一個公益事業 這個是公共才要開放給每一個社會上 世界每一個人都可以 零費用來使用CHAT GPT 那知道後來那個Microsoft加進來以後 強行奪走那個使用權 然後那個Microsoft也投資了10億美元 所以Mask他就走了 因為這個的發展變成整個CHAT GPT 被Microsoft給壟斷了嘛 所以這就不是Neural Ring 不是Mask他所樂意看到的 他還是希望能夠帶動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 這是我認為他特別了不起 簡單的說他雖然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他時時都在立他 他的每一個觀念都是在立他 是值得我們來佩服跟效法 那師傅有幾個 哇 我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啊 你們有講義對嗎 你們看講義好了 對 那我好像只寫三張嘛 三頁對吧 下個禮拜再補寫為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12點了 我們這個再留到下一次好嗎 四義解惑的 因為他有三張啊 一個是講座義的那個體性跟業用 對 應該是這一個才是第一張啦 應該是這個第一張 這個是在講 我還是講好了 這個是在講 變形心所他的特點在哪裡 也許你很知道變形心所有 有多少個啊 那個張明正你給了我們一大張 變形心所 對 來 試試看 變形又 座義 處 受 想 失 非常好 那變形心所他的特色在這裡 在這裡 一般人恐怕都不知道 變形是指他變一切性 這一切性指的就是阿賴耶什那個善惡無忌 三個種子的特性 一切時一切地 你時間跟地點他都超越了 所以他是有肉無肉 過去是現在是未來是他都超越了 所以只要是涉及變形 他超越了所有的時間限制 還有超越了三界九地的限制 看到沒 這是我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 非常的重點 大家都只會說 變形心所 變形心所 不知道他的特質在哪裡 更重要的是他騙一切的心識 八識不管是前六識 莫納士 阿賴耶什 他通通跟著他一起動作 這是四點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牢記 一定要牢記 你不需要背 你不需要背 你要怎麼記 變形心所一定是跟什麼 跟心有關 心阿賴耶什的三個種子 三個種子 善惡無忌的特性 對吧 再來他騙一切時間跟空間 對吧 再來他騙所有的事 前六識 莫納士 阿賴耶什 就好了 對吧 不需要 一定不要用背 用背的話 太沒有意義 那你學什麼都會很 覺得很怎麼樣 很無趣對吧 座義的定義 它是一種心理作用 所以它是會欣起念頭 上一次我問你們說 座義英文怎麼講 你們都說attentive 我要說那是錯的 attentive是形容詞 你變成是說 座義是 是敏銳的 是注意的 No 我這個to be是起始句 要你注意啊 是要你注意啊 to be attentive 所以你認識設計 必定要先 一定要先興起座義 我為什麼提早這個時候講 因為我們很快要講到那個 於切施地論那個 止觀 所以這個是一定 你一定要提早就認識它 你要先興起座義 你認識電風扇 香爐 佛像 律職 通通你一定要to be attentive 你要起始 起始句 知道嗎 起始 imperative 就是祈禱的起始 使使用的始始句 就是你要喚醒它要注意 否則色盡不會 即便你看到它 有看沒有到 它也不會呈現 所以座義的重要性在這裡 於切施地論講到 雖眼不壞色限在前 能生作義若不正起 所生眼事必不得生 要眼不壞色限在前 能生作義正負限起 所生眼事方乃得生 這一句非常的重要 在講什麼呢 如果我們不做義的話 雖然有色 有這個物質的東西 在我們的眼前 我們也沒有辦法 用眼睛這個器官看到它 因為我視而不見 不把它當一回事 所以我的那個眼器官眼根 碰到這個色這個鏡的時候 因為我不在意它 我沒有心起作義 因此眼時不會生起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要眼不壞 如果眼不壞也沒有壞掉 色限在前 你能夠生起作義 to be attentive 那麼你的眼是差有可能生起 對吧 我講過就是 視的生起是要跟 根根氣這個根碰到外鏡 就是六層鏡以後 用嘴巴的話就是嘴巴吃東西 然後升起那個嗅覺啊 或者是味覺啊等等等等 所以食是在根氣碰到那個六層鏡的時候 才有可能生起食這一個重要的重點 魚潔師帝論這一點就是在講 你如果沒有作義的話 你視而不見 你打馬姑眼的話 你的食是不會生起的 經文教導 眼食的生起現行 必須要有作義 作為他的助緣看到嗎 不僅如此 八世新王 他所生的 他的生起也是需要作義來 作為他的助緣 我好像少了一張 那個順序錯亂了 那一張挺作用 跑到前面去了 跑到前面 對 對 這裡這個挺重要的 作義的體性 剛剛我們已經講了 他的魚潔師帝論 對他所評價 他的多麼重要 作義心所的輕作用 警覺心種 心的種子 令他起現行 對吧 意思就是說 作義是一種非常敏銳的心理作用 他雖然還在種子位 他只是種子 他是潛伏的 但是他能夠警覺 應起新王 讓八世新王 應起 因為這樣而啟動 心手的種子 令他起現行 所以這邊又要講 作義的業用 非常的作用 非常的重要 作義有兩層作用 令心未起而起 為什麼 因為你作義 你注意到他 令心起 心已起 並向趨向於盡 如果他 你看到他 你是很在意的 你有注意 有其實的 to be attentive 他已經興起了以後 這樣子的作義 持續下去 他必然達到你想要去的那個境界 簡單的說你想要成佛 還是要從作義開始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止觀 為什麼師傅要在這邊提早講作義 就是止觀一定要用到他 你止觀都沒有作義的話 那是瞎做嘛 沒有意義嘛 對吧 用以落實修行 短期的目標 行者以智慧觀 觀照白法中的任何義法都好 你如果有用作義的話 你只要用作義 就能夠趨吉避凶 看到嗎 伏惠雙照 這個應該要紅字 所以作義的 非常重要的一點 在短期目標 他幫助你趨吉避凶啊 終極目標 就是讓我們了生托死 元正菩提 你們覺得作義重不重要啊 真的很重要呢 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感謝 那個張兆林 上個禮拜還特別提醒師傅 要講這個作義對吧 我們給張兆林掌聲鼓勵 任何一個對眾生有幫助的 都叫做利他 好